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拿某本师释迦 毛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请放掌 各位同学大早 那我们今天先复习一下上礼拜的部分 宋句在我们的五百六十五页 这个宋句讲到这个 他这个要圆一切法时候 那问说是不是有一念的字呢 可以圆一切法 他说没有 那如果用非我来观一切法呢 也是非我的时候 那因为你要观一切法是非我的时候呢 那这个能观的是一个 本身呢观不到自己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一切法非我 所以下面这个回答呢 里面 他先讲说 不圆合法 就是你在圆一切法非我的时候 你不能圆一切法非我是因为你没有圆到什么 然后呢 第一句就圆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圆不到自己嘛 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熟字除字品 因为他要用世俗字来圆 因为世俗字才可以圆一切法 然后呢 下面的三句呢 就是说 他的体是什么 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 然后呢 他回答了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世俗字他圆的静呢 要再说明一下 因为呢 世俗字他能圆一切静 那是不是一切 一刹那都能圆 不行 因为呢 等于说 你在圆一切法的时候 你还要有一个能源 所以这个一念字一个念头 这个一刹那呢 他没有办法说 全部都非我嘛 所以他这里呢 一定有一个能源的部分 所以他要把这个自己 这个相关的部分呢 也要把他除掉 他才可以观一切法非我 因为他这里提到是 在我们的565 他说 岂不非我观之一切法皆非我 好 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是自己的部分 他没有把他变成 有观到的时候 他就没有把一切法非我了 所以世俗字他能圆一切 但是呢 他能确实观一切法 但是自己不能圆自己 所以在基硕论里面 跟自己相关的部分呢 就是 有哪一些内容 就是他的心 所以总共呢 他的字体 还有跟他心相应的 还有呢 同时生起的部分 身住易灭 还有德 所以呢 这里有三个 字体就是 他圆不到自己 因为呢 这个所圆境就是 跟自己跟他是 同时作用的时候呢 那能跟所是同时相关的时候 你圆不到自己 就是下面呢 下一页里面 在我们的五百六十六里面提到呢 他的 静有静别 等于说 有一个能跟所的时候呢 那你这样子 两个呢 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才能圆得到 如果呢 你的这个能圆跟所圆 是相同的时候 他就圆不到了 所以他不圆字体 下面呢 他就讲说 除了字体以外呢 还有呢 就是相应的部分 相应的时候 你心一起来 你还有一个心所 也会同时作用 这样能跟所呢 他也会相同的时候 你也圆不到这个相应法 因为 变成呢 你跟他是 同时在作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再跳出来看 你当下这个作用 那具有的时候就是 字熟字里面 同时有身注意面 还有得 好 那所以呢 这个能圆的熟字 因为呢 是很接近的 意思说 当你在这个 作用心的时候 心一起来 心所呢 相关的一些 心念呢 都同时呢 会起来作用 有身注意面 好 这时候呢 你当下的 有一个得 还有呢 身注意面 它都是呢 同时生起来的 作用 这个作用呢 它跟你 本身很接近 你也看不到 好 就像眼睛呢 看不到自己的 这个眼睛的眼睫 因为我们眼睛 只能往外看 看不到自己的眼球 所以呢 这个具有法 它也看不到 好 那它的体呢 就是说 这个无我观的世俗体 因为它是 欲戒跟色戒的作用的时候 它有闻跟思 好 那因为我们上次有讲 欲戒的话 有闻跟思 就是听了 你一定是 还要去思维 好 然后呢 色戒的话呢 因为它是 思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入定 所以它本身也没有思的部分 它有闻跟修 因为它有修定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修所成慧呢 就是修禅定所产生的智慧 只有在有定的哪几戒 色戒跟无色戒 它们有修禅定 欲戒的众生呢 没有特别去修禅定的话 通常都是散乱的心 心呢会 胡思乱想或妄想很多 那除非有特别训练 慢慢呢 你的心呢 比较专注 然后比较 不容易有妄念 或是妄念一来 你就知道 这都透过呢 训练 所以呢 色戒的天人跟无色戒 它们都是呢 有禅定的 所以它们没有办法思所成 是因为它们一专心的 因为你要思所成的智慧 一定要专注的去思维啊 所以我们的思所成慧 一定要透过止观 就是你有止的功夫以后 你才有办法去做观 思所成慧也是思维修 它也是一种观照的智慧 那因为呢 在我们欲戒的众生 你有修止 你才有办法思所成慧 那但是呢 你要成就 我们的智慧一定是要闻思修 所以定是必定要训练的 因为如果你在学佛法 你要把所学的佛法听闻以后呢 然后把它变成你修行的 实修的时候呢 转成你自己的那一种修行的力量 那一定是要靠修所成慧 然后这中间呢 就是一定要思所成慧 因为你思维你知道该怎么样去 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的 你有跟你相应 然后你觉得是正确 然后你也觉得 是这样子没有错 然后你才会去修正自己的身口意 所以这个闻跟思呢 在欲戒一定有 在色戒的话就是 我们上次有那张表 我给同学 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修所成慧呢 是画在呢 无色戒跟色戒 因为他们这两戒都有 定力的关系 然后欲戒就是只有闻跟思 所以这个地方呢 色戒他也没有思 他有闻 然后他有修所成慧 因为他有禅定的功务 所以呢 如果要修行的话 其实上二戒比我们更容易成就 但是他没有机会 像我们在人间 听闻这么多的佛法 那无色戒他虽然没有闻跟思 可是他可以在定当中呢 也可以去听闻 然后呢修行 这个地方呢就是 为字呢就是指 告诉我们 分别其他的慧 就是修所成慧 所以意思说 在人间呢用 我们现在要观一切法 用什么 用思维修跟 听闻以后的闻 不过他这里的观一切法 一定是要事所成慧 这样子的修行呢 他可以原一切法 只是呢他是世俗制里面的一种 他可以观一切法 可是他没有办法来 真正呢 真的 非我 他只是用观的方式 要来到修所成慧 真的实证没有我的时候呢 代表你的心跟情绪还有精神 你整个都没有一个我的那种纠结 所以我们讲说 见到的时候出国圣人 他断的是 思想上的错误的时候 当你不小心被一个东西打到的时候 你的见地正确的时候说 痛不是我 我不是痛 为什么 这痛只是一种绝受 真正的我呢 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你见地观念先正确以后 第二个当了在第二个打过来的时候 你身的身体有痛的时候 这时候你又能把这个痛空掉 就代表你有修所成慧 你真的实证了 所以实证当然比你听闻跟思维的功夫呢 更上一层 他实证了 所以这里讲到呢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修所成慧它是原个别地的近了 一个一个断 断我们修行里面的一些习气 所以他就有这么多 这是修获的八十一品 在七色妖艺一一二一 它里面呢就是 有很多 我们的这个要修正的习气呢 你看欲戒有贪嗔吃满 色戒有贪吃满 无色戒有贪吃满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本的烦恼里面的 我们比较维系没有察觉的 这个心里面的失火 见后断完以后断的是修获 这个是修正习气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修获呢要断了就要很长的时间去 慢慢的去断 所以他这里写三界九地断烦恼 一地一地的 有九品 所以要一地一地的修上去 修首成慧是原个别地为近 就是个别地就是一地一地里面了 每一地里面都有九品 就是下下下上下中 然后一直到最高的上上 或是从上上上中上下一直到下品 下下品 所以呢中间呢就有九品的过程 然后每一品里面有五间道跟卸脱道 所以他这里是指三界九地就是我们这边有九地 然后三界一界色解五色解三界九地每一个地里面有九品 要一地一地的修上去 所以修首成慧要慢慢的一段一段交分段圆 不像了这个我们前面的文会跟师会 他可以怎么样 总圆一切法 他可以用师维修的去总观一切 所以两个不一样 所以修首成慧呢 他的时间就要拉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个光继的补充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内容一样 那所以呢这里叫制品就是说 他这里呢 要把跟自己相关的内容都要除掉 不是光除你自己 因为你要关一切法 那你自己有没有关到 没有关到自己的时候 你先要把自己除掉 所以这边讲说 把制品除掉 为什么是制品 因为不是光除你自己的世俗制 因为他用世俗制去观一切 那世俗制就是我们讲的闻师修嘛 这些还有你申德善 申德善闻师修这些 所以呢你要除掉你自己的 要观的这个制是世俗制以外呢 你还要把里面呢 你的心起作用的部分相应的 心跟心所还有具有法 身诸一灭这些 还有德这些全部都要除掉 所以不是光自己的制体 它里面呢有讲到三个部分 制体 这不是光除这个世俗制自己而已 还有相应具有这些呢 全部都要除掉 所以叫做除制品 宋具里面讲制品 就是分这三个部分 一个是世俗制本身 一个是相应 然后一个是具有法 具有法里面就有 因为具有法就是有违法 同时呢你只要有一个 事情一做了事情 它就会有身住一灭这四个项 还有呢它有得到跟没有得到的部分 所以具有是同时生起的法 那这个制法呢 它不能圆自己 所以呢就是 要等第二个撒那叉才能再回来圆自己 不过呢因为我们这里讲一念嘛 它现在问题是讲一念里面呢 一念制里面 所以它没有办法来到第二念了 如果前面那个念头一停下来以后 它可能引起下一个念头 下一个念头它就可以去看前面那个 关前面那个念头也把它空掉 问题是它不能圆自己 是因为第二个撒那再回来的时候 你不是这一念了 你已经来到第二念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一个撒那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呢 把刚刚落线那个念头再来圆了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 反过来圆自己前面的那个念头了 那这个应该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同时在圆一个镜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看那个 就不会在看其他你旁边的 或是呢跟你相应的这个部分 你看不到 所以五我观俗智为题呢 这个一定是要闻师所成会 因为呢闻师所成会 它观得很宽 所以呢 五我观只属于闻师 那修呢 它因为呢 它是要一段一段的去观才有办法 它这个没有办法 像它这个闻跟师 一下全部都全观了 它观的范围就很宽 那修的话就是 一个一个分开去观 而且呢修的会呢 要有力量 因为你要断你的贪嗔痴 所以它的力量要大 那闻跟师呢 只是一下种源 它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大 如果你的总观 就是全观到非我盲人离来 那就应该你的修所成会也完成了 但是呢修所成会在这里呢 还没有完成 你只是观得到非我 所以修的会呢 它决定是要个别个别一个一个去观 接着下一句呢 这个就讲到凡夫跟圣人 他能成就的智慧呢 有几个 当你是来到剑道的时候 你成就几个智 所以凡圣明 他所成的智有多少 那这个义生呢 就是指凡夫跟圣人 因为呢还没进入剑道以前 都叫凡夫 他刚开始第一年一定成就一个字 就是叫苦法智人 红色这个 那因为呢 他从三弦四善根的行者到 剑道十五星呢 他刚开始起来这一个 我们就叫做苦法智人 刚开始这个是四十五字 是因为呢 为什么 因为剑道的初念的圣人呢 他虽然 这一个苦法智人 一起来是无漏 但是他这个会还有一个忍字 有看到忍字 忍的话 他代表呢 还没有完全断完烦恼 他还在对峙 所以他还在对峙的时候 要成就了下一个 才叫做字嘛 所以这个地方 这张表呢 就很重要了 这张表呢 就是我们 都有记给同学 虽然那个剑色药衣没有 因为他把它分了 上下八地 是一界而四地苦极灭道 上界也是苦极灭道 只是上界他把 色界无色界并在一起 第一个看到苦法智人 他是无间道的低心 因为他有忍 在对峙烦恼 他正在解脱 正在 然后智呢 才解脱完 所以呢 低心的时候呢 他是世俗智 还没有成就 这个苦法智出来 所以他还在 从我们世间呢 来到呢 见到的低心 他还是 只是完成了你的文章 文思修 代表你已经呢 文思修的功夫 已经完成了 才能跨越到第一心 这个部分呢 我想 我还是把前面稍微 去复习下 因为 见到呢 是我们整个 修设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 今天呢 要进入的下一个颂句呢 也是 五六七 你看到这个颂句的前面两个字 就是跟这里相关 有看到见到两个字 见到忍次期 所以他的内容 其实都分不开 我们有关呢 见到的内容 他说 如上用功于七家型的修炼 七家型的 这张表呢 应该是在我们居色妖衣里面 请翻一百三十页 一百三十页 一百三十页 前面有三弦 四善根就是七家型了 有代气色妖衣同学 可以看一下一百七十页 一百七十页 一百七十页这一张图 他里面就是 所谓七家型就是 我们的 五庭新冠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三弦位 那刚刚讲文思修呢 五庭新冠就是文慧 别相念处 跟总相念处 就是思慧 他没有真正呢 这个身体呢 完全呢 官到法念处的非我 但是他就是 像刚刚这个 可以种源 所以他是思所成慧 别相念处 跟总相念处 是思所成慧 他用思维产生的智慧 然后呢 来到软鼎忍四滴 就进入修所成慧了 后面这四家型了 所以七家型是 五庭新冠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加软鼎忍四滴 后面的软鼎忍四滴 就是修所成慧了 所以七家型呢 修炼是很重要 我们刚刚要看到呢 见到的第一星呢 一定是 要把前面这个七家型 都完成以后才有办法 他的官式会成长 进步 到四滴法的 最后这个 我们七家型的最后是四滴法 他的无间 无间就是我们讲是 正在呢 对峙烦恼 然后呢 马上呢 没有间隔的进入解脱 解脱位 所以的无间就是说 那个时间很短 但是这个时间的短 是因为来自于前面有 累积了 五庭新冠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软鼎忍的部分 他才有办法 来到四滴的无间 而将发得无漏的正直 他这样就可以了 进入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第一星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这苦法治人 这一个第一星呢 他要成 这个第一星有 以后已经开始 引发无漏智慧 可是呢 因为他还没来到苦法治 还没到第二星以前 他的第一星算是 只成就世俗之 因为呢 刚刚我们讲 这个人呢 还有在对峙烦恼的 这种情况 他还在怀疑 疑还没完全除掉 因为呢 要等你对峙完烦恼 你的 你的那个疑的 就会没有 所以呢 他只成就了 是俗智 那我们下面呢 就看到 他下面呢 就发无漏正字 是我们刚刚看到第一星 他就已经开始有无漏正字了 然后到三界的那个 建修二祸的 断跟灭 一直到三界了 我们刚刚 那张表要到色界 跟五色界的部分 然后呢 还要进入 这个修祸 所以第十六星的时候就是 断 我们的修正 我们的贪神字 你看到这边 前十五星都是建道 第十六星是修道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要了解一下这张表 他的分布的情形 那要非常的熟练 因为这整个是在建道的过程里面 有无间道才有卸脱道 那来到智的时候 代表你已经肯定了 肯定了这个智慧不再动摇了 那下一个又进入苦累智人 又再来断上二界的见惑 上二界叫苦累智人 他的 一样他在忍的时候 他在对智人 上二界的苦地下的烦恼 所以他正在对智的时候 他代表他还没有完成 他不见得完全没有怀疑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疑的时候 就叫忍 还要坚持一致用功 用功到呢 你真的断完烦恼才有苦累智出来 好 好 我们这边呢就讲到 所以你 从低心开始发无漏正知 要到三界的见修二祸都断 所以从此这个位置叫做 圣位 好 就是所谓圣位 就是 开始了第一心一致到地 第一心开始就有无漏智慧 一致呢到我们的后面的无学位 都完成 那行者的圣呢 这个有三道 世果差异 就是见道修道跟无学道 那我们刚刚看到那张表就是有两个了 见道跟修道 以下就开始进入 第十六星以后就是修道了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还有一个无学道是完成了 完成了这个修道的时候 完全断进三界里面所有的习气烦恼的时候 所以最长的时间在中间这里 这修道的时间就很长了 见道的十六星呢 还不到我们的一秒钟的时间 因为这个见道之所以会那么快 是其实还要加上你的累积功夫 这个累积功夫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一百三十页的修行位置 你前面的七加星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现在有可能 有一些人在五庭新关 有一些人在四念柱 有一些人在软顶忍试一滴 那但是这些时间要多长 就依据个人的修行 然后有时间上的差异 还有过去生呢 他的修行的这个根气也会有相关 然后呢责得四个果位 四个果位阿罗汉果就是五学了 那见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最难的在哪里 见道 因为你一见到后面这个 你看到了你真理的时候呢 你会自然而然 你就会勇猛精进的一直往前 而且会自己努力用功 一直到这个我们的五学位 所以呢 如果这个见道是从五始节来的第一次 你今生你见道了 来生呢你就不会再见道 你就会继续衔接 你上一辈子见道的这个修行的部分呢 再继续往下努力 所以这边讲说 从来未曾见过的四弟之理啊 你可能觉得 诗圣地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啊 也是听过 但是你深测的了解到你自己去体认的 跟听闻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 从来未曾发现过的 才是你第一次见到的 今始见到的 所以见到卫视 从来没有发现 第一次你看到的 唯无漏智慧的发德 所以这个见本身呢 也有照的意思 由观而见照到四弟的真理 那这个观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透过呢 五庭、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 这些都是一种观照的智慧 由这样的观照智慧呢 一之修 然后呢 你要透过你的定律 软鼎忍四滴这个修索成慧 来呢培养你的更深的这个观的智慧 然后这样子呢 你看到了这个真理 这也只是见解上哦 见解上你的道理清楚了 没有一个实有的我 我们刚刚讲 当有一个东西撞过来的时候 你因为学佛法你知道 有痛但是你马上呢 在道理上你清楚 痛非我我非痛的时候 这只是道理清楚 但是你的感情的精神 情绪上的纠结 可能还没有完全放弃 所以来到呢 这个我们讲的修获的时候呢 它更难是说 你要真的在情 你的情绪跟精神上 完全呢没有 能够真的空掉 那个困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只是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它可以趋于是 我们涅槃的婴儿 为趋于涅槃的婴 如上所述于四善根中呢 是第十六形象 这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很多 那所以呢 有一些修获的东西 它会前后宋句一直不断的出现 但是你的了解的越深的时候 我们想我们对这个宋句会更加的了解 那所以在这里呢 你看到我们的软鼎忍四滴 他所做的观照的功夫 就要观四滴十六形象 四滴十六形象呢 记得上次也有把这个讲解过 这是苦地的观修呢 就是要建立没有一个独立的我 因为我们这个众生都会直 直常然后直乐 直我跟我所的东西 好 所以呢 嗯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能够呢 对于这个无常了 好 能够很清楚 好 然后呢 对于这个苦也很清楚的时候 那这个空跟无我呢 他既然呢 就会很清楚了 好 所以四滴十六形象的苦地观修呢 如果你能把无常跟苦观修的很透彻的时候 你进而可以观修到无我 好 好 那这个十六形象呢 四滴十六形象呢 你都观修得很好的时候呢 因为所谓这个赤善根 他透过定力又透过那个观修 所以就定会等词 好 那当然这个有定力的时候 你要去修正你的习气就更简单了 只是呢 他会呢 透过呢 三十二个形象是 因为呢 上界有四地 欲界有四地 八地里面 每一地下又有四个形象 八四三十二 好 这样子呢 一支呢 慢慢呢 简 等于说你 三十二形象都要观 观到呢 很熟以后 又慢慢一支简 简到呢 剩下呢 等于说从三十二形象 一直 观到 简 简到呢 这个又有一张表 再137 好 137 刚刚那个是130 137 你看到那张表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八 八地三十二形象 所以呢 他的 观到呢 从我们这个上界那边呢 一直增加增加 然后来到最后呢 最后的时候呢 他最后只观到欲界 苦地下的非常获苦了 好 就是从 三十二形象一支简 简到呢 剩最后一个 好 就大约之道 他这个就是由 我们的一支简简 简到呢 简略简 简 三十二形象 一直简到 最后剩一个 欲界苦地下的部分 好 所以来到最前面那个 非常的 最下面 三十二周的最下面 就只观一个 好 所以这个 四第一法的时候呢 他就是已经观到欲界苦地下的 一个形象 一个撒那了 好 然后这样子 入鱼简道 所以他要从 三十二个一支关 关到圣最后一个 然后呢 我们的十六星呢 又再怎么样 再增加为十六个 等于说他减到 圣最后一个撒那的时候 这个撒那就是我们的四第一 好 他就从我们的 欲界跨越到呢 这个五漏的部分 好 那他要进入五漏的时候 他又要怎么样 简道的时候又要再增加 一支呢 看到我们的十六星 又增加本 又从第一星一直增加到第十六星了 好 等于是从三十二形象 一直观到圣最后一个形象 然后从最后那个形象呢 力量集中 为什么要减到圣最后一个形象 是因为整个力量集中在那里 因为我们的欲界呢 最容易感受到了 你在欲界嘛 那欲界的苦跟无常是最容易感受到了 他一定特别叫你观的是苦或无常 好 那因为我们要从欲界要跨越到这个无漏 我们要从有漏智慧变成无漏 一定是要力量很强 那我们要从每一个呢 从上界的道如行出 好 然后呢 灭尽妙离这些呢 然后一支官 官到呢 殷疾生源 好 然后一支简 简到后来剩苦地下的 苦空无常无 好 然后再官到只剩一刹那的时候 那个一刹那是要力量很强的 只官的是苦或无常 然后再呢 从那个一刹那跨越过去以后呢 已经离开欲界的 产生了无漏智慧的时候 四第一法嘛 然后你就会见到的时候呢 的第一星出来以后 再产生第二星第三第四 所以呢 他这里刚刚 我们看到他讲说 好 简到的时候又一再的 把这个圆呢 变多了 宽圆 广圆 宽形 所以要观的上下八地 又是上下八地了 一样是上下八地 是现在只是 每一地下一个星嘛 所以只有十六星 期间有十六星 好 是因为 每一地下有五间道跟泄脱道 所以才变十六星 因为八地嘛 八二十六 每一地下面有两个 一个是五间一个泄脱 好 那这样呢 经过十六个沙拉 其中呢 前十五个星呢 是见到 第十六星是修道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要知道他这个位置 那今天要讨论 等一下看到的是 前十五星 不过呢 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见到完 你再来就是要修道 你不可能见到完以后 你就停在那边 一定呢 还要往这个修道 所以呢 见到里面有一些呢 他可以附带呢 修 修正的 修道的部分 好 然后是下一个宋句他讨论的 其十六星里面呢 就是苦法治人 苦法治 苦类治人 苦类治 己法治人 己法治 好 就是 我们刚刚那张表里面的十六星 所以里面有八轮 八字 不过呢 因为我们通常呢 在有部来讲 他会认为是 只有呢 七个治 八个人 为什么 最后那个 道类治呢 他是属于修道 所以如果以见到来讲 他是七个治 八个 人 苦法治人 苦类治人 己法治人 己类治人 灭法治人 灭类治人 道法治人 好 所以呢 这边 第一跟第二的苦法治人 跟苦法治 为观欲戒苦地 断了十种祸 这里的断是 你的观念呢 是正确的 在见解上呢 我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时候 他还没有来到修正习气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一个心里面断了十种祸的时候呢 我上次有请同学看一下我们那个 习气的表 有一个章 看一下 就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十个根本烦恼 里面呢 他的观念 前面五个一定是见解上 那后面这五个呢 在事件上 你有一些呢 不正确的贪嗔痴慢疑 这个观念也是要正确 所以见惑呢 第一心呢 苦法治人 其实已经断了这十个惑 才有办法进去 好 事件上的错误 所以眉心 其实他有断了一些 见解上了 不对的观念 那第三到第四的时候呢 第一跟第二 都是十种祸 不过呢 第二个已经确定来到痴了 就肯定了 第三跟第四呢 是上戒 色戒跟无色戒的苦地下 他有九种 或是因为他没有称心 好 他跟我们欲戒不一样 那第五跟第六是 己法治人 己法治 这次也是欲戒其地 他有七种祸 所以眉心呢 其实就是有断了一些 之间上的迷惑 他都已经没有了 才有办法来到那里 那一心 而且呢 通过时间很快 是因为这些呢 都已经是你在前面 七加型呢 完成的 你只是呢 在透过呢 这样的一个 第一心第二心的连续呢 让你整个剑道完整的通过 所以我们这一个颂句呢 他就在讨论说 你来到呢 哪里的时候是成就哪一些痴 所以我们继续呢 把它看完 圣人跟凡夫人 来到第几心的之后 他成就了几个字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张表要非常的熟 好 这个呢 就是来到前面的第一心 我们知道是世俗字 然后来到第二心的时候呢 他成就三个字 是因为有苦法治 有苦治跟法治了 好 苦治的话就是你看到苦地下的真理 好 我们迷失在欲界苦地下的这个真理呢 我们不清楚 我们现在清楚了 迷失了 好 那现在你看到他的真理叫苦治 然后呢 在欲界的部分呢 得到的这个智慧叫法治 好 所以呢 叫苦法治 是欲界呢 苦地下真理 叫苦法治 所以有苦治 有两个部分 一个苦治 一个法治 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前面世俗字 所以呢 他累积的 来到第二心 你已经成就三个字了 然后呢 后面四个 好 从这个第四个开始 第四心开始呢 他就又进入一个多一个类 是 这个 类字就是上界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是第四的时候呢 就增加一个类字了 然后来到第六 有 因为呢 这边都相同的 好 这边的法治跟 呃 这个 这边来到呢 下一个的时候 又增加了十一个类字 好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人呢 还没有成就字 他现在要算字嘛 所以他要来到第六心才完整的字 所以他来到第六心才有叫做 呃 至交集法制 再增加一个 呃 集集的字 就是我们在苦地下呢 看到 苦的 呃 这个真理 那这个真理呢 知道 要找的 为什么有这些苦 他的 原因 好 要找到真正的原因的 这个智慧 好 就是极致 好 所以呢 来到第六心的时候 又增加一个极致了 好 只要前面已经有的 他就算是跨越在 呃 包括他的部分 所以他就不算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类字 已经算过了 所以呢 极致也算过了 所以极类智忍 他因为他还在忍 还不算智 还没成熟 要来到智 那这边呢 极也算过 类也算过 所以他要来到第十心 才又增加一个灭智了 对 因为灭法智忍 他还没完成嘛 他还没成熟 他还在呢 对智烦恼 要来到智的时候 才是完成了 所以要从 我们的第六心 好 然后再来第十 对不对 他这边算是 第六要来到第十 才又 又再增加一个灭智了 再来呢 中间那些相同 他就是不再算了 所以我们的灭智 灭类智忍 因为他是忍还没算 包挖进去 然后呢 如果刚刚前面这个灭法智 已经算了 来到灭类智 因为类也算过了 灭智也算过了 灭智也算过 要来到第十四心的时候呢 再增加一个道智 好 所以这样子总共呢 就是 四 后四 一一真 这是后面呢 有四个 就是这四个 第四念 第六念 第十念 第十四念 后面这四个就一个一个增加一个智了 好 然后呢修到定层七 如果你今天是有在修正 我们的灭智痴 修正是你的情绪 然后精神感情的纠结 这个部分啊 是我们比较属于心理部分这一块呢 你能够呢 真正修正掉你的灭智痴 这个时间要多长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从这边 第十六心以后 一直到呢 我们要有顶 三界的有顶是飞翔飞翔处 这么长从 色界 我们异界部分呢 是在这个地方断丸 三果胜人已经断完玉界的修货了 不过呢 因为修货要从玉界的都断完 才有办法断到上二界 所以呢 玉界的修货就有九品了 再断上二界 好 所以它的时间有什么长 它要断修货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增加 不过这里的修货是礼玉而已 所以礼玉指的是哪一种修货 这一个 玉界的修货 上二界不算 这边离玉的修货 它这边 颂句里面 讲到的是离玉真他心 就是指这个 这边这一块 玉界的修货 上二界不算 只要玉界的修货有断了 就是你没有特别很多的欲望 他这个 他心智的要修的时候 至少没有人间 因为你有欲的时候 你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私心 然后呢 推测别人的心去害人 这样也不行 所以要先有离玉 才能修到他心智 通常活教的他心智 是为了帮助众生 了解他的心 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方便善巧去度化他 所以这边呢 离玉的意思是 我们玉界的九品修货 的部分 能够呢 完全没有 修到位里面 已经离玉的圣人 是指哪一些 三果圣人 三果圣人 他已经来到这里 这张图你看 这边呢 不还果是三果圣人 这是玉流果是出果圣人 这是一来果是二果圣人 不还是三果 所以呢 玉界修货九品都修正完了 以后你才来到三果圣人 这样子是玉界修货完全断的 在成就前所讲的七字以外 更将增加一个他心智 就八字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意思说 这整段文字要告诉我们说 如是诸位若以离玉各各增业 每一个从第一个就要增加了 为什么 他有可能见到第一心的时候 他还没见到以前 他就怎么样 先离玉 有些人他还没见到以前 他就不太有 人间的那些贪真痴的修货 等于说他的贪真痴就很薄了 他平常的这个优良的品质 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气的时候 所以他有可能在见到第一心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离玉了 他有可能就有他心智了 所以不一定要来到后面才有他心智 所以他从我们的第一 他说从第一心里面如果离玉的 他就可以增加一个他心智了 从一生 这个因为呢 成就世俗智的时候是一生反复 但是呢 他有可能第一心的时候 他也离玉的时候 他就又有他心智了 我们知道他心智也有有肉跟无肉 还有呢 圣人见到的第一念 他也可能有他心智 乃至修到位 一一都可以增加一个他心智 所以不是到最后才增加一个 而是呢 从前面 因为呢 凡夫跟刚开始进入见到的圣人 他们都有可能已经是离玉了 他就增加一次 现在就变成 从前面的第一字呢 就增加一个叫第二个第三个 一直增加进来 然后呢 吴学圣人 吴学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了 有看到 最后这个阿罗汉果是吴学位了 他的就是 这个地方的 他已经呢 有顶的第九品的 这个卸托道完成了 那就是他已经断尽三界所有烦恼了 的时候就要禁制 包括他的贪真之习气 所以呢 如果吴学的部分 他有分顿根跟利根的阿罗汉 他能成就九个字 或九个或十个 是因为呢 刚刚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字有十种字嘛 然后呢 顿根的话呢 他因为他只完成到禁字 他后面的无声字还没有 所以他只有九个 顿根的时候他在十个字里面 他还没达到无声字 那如果利根叫不时解脱 就是不会 什么特别时间他才可以解脱 他是利根 随时随地都可以解脱 叫利根不时解脱 他决定有十个字 就最后的无声字也有了 所以从世间的世俗字开始一直修行 所以我们的修行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世俗字就很重要 不是说只有后面的无漏智慧才重要 前面这个世俗字就很重要 因为他是后面的基础 你的文师修你的生德善 都是我们整个后面的法字 累字苦字极字灭字道字 还有禁字无声字的基础 他才能渐渐修行 到之后发无漏的苦法字 到最后无声字 好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最后的无声字也只有利根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顿根的阿罗汉无学位 他能够继续用功 不断的练根 怎么样变成利根呢 就是你要不断的锻炼自己 当你的生命里面遇到很多逆增上缘的时候 你也不要有挫折感或灰心 或是因此就不再修行 而是他是一个很好的 帮忙你修行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呢他可以像磨道士 把你这个根性磨得越来越好越利 因为你如果能够忍的话 你能够通过的话 代表你能够通过考试 要不然怎么知道你自己修行修得怎么好 所以有逆境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逆境 让你有机会去测试一下自己修行的功夫怎么样 那你修行过关了 你才有办法练根 成就你的利根 所以顿根要来到利根 还是要透过练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考试 那考试过关 当然你就OK了 他就可以成就成为利根 那就有十个 五生子 那我先看到这里 等一下就继续 我们看一下 今天刚刚互习的部分呢 就我们五百六十六页讲完了 那接着我们看五百六十七页 五六七这里呢就是 讲到这个我们有见到 刚刚讲有几个道 见到修到无学到 所以五六七的第二行这里就讲 季社论他要讲三道 见到修到无学到 还有其他位置的不同的一些情形 那我们看一下呢 今天要讲这个颂句在我们五六七页的第五行这里 见到忍至其 即彼未来修 那因为呢他在这个忍跟至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有附带 就是会产生呢 未来的部分 即是说见到的时候有忍跟至起来 但是那个忍跟至起来的时候 其实呢 他会升起未来的 这个修行的力量 那因为见到是从来没有得过自己 去第一次见到嘛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见到位呢 我就让你们再继续往下看一下 因为这个见到的部分呢 是整个修社论里面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见到其实三个道里面哪一个最难 当然修道时间也很长 可是你要跨越五始节来的第一次 那个应该是最难 对不对 你如果见过道的时候啊 你一定会继续努力修行的 而且呢很容易就跟火法衔接上来了 所以见到呢就是五始节来一次的时候 是这一生或是来生或是过去生已经见到 这一生呢是衔接你上辈子的修行继续努力 那这里我们就知道 在见到要断的就是三界的 见或有八十八十 那八十八十这张表呢 他怎么来就是说 今天呢十六星每一个星下面都要断烦恼 第一星所断的烦恼就是这十个 这十个 欲界呢上面四个是见到 第五个是修道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见到 就先看前面四个 所以呢第一星他断的是欲界 苦地下这十个错误的直见 第二星呢他一样呢 一样也是这十个 因为他的人是在对字烦恼 对字完成以后呢 他的字就出来了 所以第二星是代表前面这十个字呢 他已经对字完成没有任何怀疑的产生的智慧了 那第三星所以 第三星的时候呢是上界 上界就看色界这里 色界他就比我们欲界少一个称星 所以他只有九个 他要断的是 交苦类忍苦类智 这个时候他也是九个两个九个 然后呢无色界呢 包括无色界 因为上二界嘛 他把这个 这一张图你看他的苦地下 画过来是上界 所以他的上界 色界跟无色界都加在一起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 有多少个 九十八个 对不对 九二十八 他就是把这 这两个 这个九个 这个九个 这个九个加在一起 他十八个 所以我们的八十八个 这个 见惑呢 是这样子来的 那一张 见惑的表 这个应该在有聚色妖艺有的同学 就可以看一下 他就 在一个 一界的 部分呢 跟色界 这样算一算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是 详细的把它列出呢 第一星第二星 好然后呢 第三星第四星 断的是哪一些烦恼 你自己 大家应该会看 第三星跟 第四星 他们的烦恼 是在这个地方 色界的 好 部分 的九个 跟无色界的九个 加起来十八个 然后呢 忍畏的时候再对峙 然后呢 完成的时候 就要字 也是十八个 好 所以他总共呢 加起来 三界加起来 现在就有八十八个烦恼劫 好 这样子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一张 所以总共有八十八个 那这里呢 忍跟自恃 无坚跟泄托 把这个忍为无坚呢 就是正在认可 忍呢 就是 你要忍住嘛 好 不是说 忍耐那个忍 而是呢 加言之旁 认可这个道理 好 正确的认可 这个道理了 然后你要对峙 烦恼 好 所以他无坚道是正在解脱当中 正在解脱 但是呢 一点也不会被这个 烦恼的 给你障碍住 叫无坚格 马上呢 就进入解脱道 他不会障碍你是因为你真正 道理清楚了 然后呢 跟他相应了 然后你真的用他来 做 对峙烦恼 所以叫正解脱位 也就是正在断烦恼 那下一个字呢 才是解脱道 因为呢 既然你已经了解 世圣地的道理 那这个解脱烦恼的体呢 就完成了 好 这里呢 就是已经完成了 好 所以这个位置是已经呢 解脱 解脱的时候 就代表你正的这个智慧了 好 离系就是 离开烦恼 就不再会现前 不会再一次把这个烦恼 变成呢 是 你自己的身上 产生的一种呢 烦恼是 可是这个 我们了解 它这个是见 见解上 是说 这个观念呢 我已经清楚了 好 当 有一个东西打到我的时候 我知道不是我在痛 好 是我的觉知在痛 好 是我的肉体在痛 所以你要 真正的我是五蕴 没有这 因言和合的我 是 真实的 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很清楚 所以呢 这个是观念上 好 这离系是离开烦恼的系符啊 这观念要先有以后 那精神上跟情绪上 你才能真的正到空啊 所以这个恰如呢 他看到这个 小偷进来的时候 就是烦恼 然后你要把他驱除出去 就把他驱除到门外 那你把门关上 不要让他进来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无间道 他就是 代表他在看到了这个烦恼以后 他要对峙烦恼 所以他就把他 驱除出去 然后不会让他进入 进入 我们 所谓的 本来呢 清静的 这个心 所以你这个地方呢 他就 能够正得解脱 所以每段一个烦恼 必定呢 就是 有无间跟泄脱 这是 七色论里面 他们的 这个第一心 第二心 会产生这样子 所以忍跟至的次第 就是一定是这样子 忍为至忍 好 因为呢 你有智慧才会忍 我们这个 一开始进入制品的时候 讲说 忍至见嘛 所以忍呢 本身也是 这个智慧的附属 就是因为你有认可 然后呢 接受 然后你会 认 认辞在这样的一个程度里面 去保持呢 继续努力 努力到你真的断了烦恼 你的自由了 好 所以这个 至为忍之果 是指无漏了 所以忍的时候 还不是完全没有怀疑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就讲忍 里面还有疑 是因为 他还没真正是去证的 好 他正正确的去证了 证明了这样的道理没有错的时候 他这个字呢 才会产生出来 所以忍又表示是无漏 好 的开始啦 不是已经完成 好 所以这个简则前世善根的忍呢 他是有漏 那这个忍呢 跟我们刚刚看到 一三七月这个 激色妖力 不太一样是因为呢 好 一三 我刚 一三零 一三零这个 看到鸾鼎忍 这是有漏的人 有漏的人是 他有上忍 中忍 下忍 好 他这个忍位里面有 一刹那的去修行的 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的 苦法治忍 苦累治忍 这个忍不一样 这边呢 是已经是 进入无漏的部分了 好 好 两个忍是不一样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先看一下这张表 好 这个 这边的人呢 他呢 可以修未来的自己 这一类相似的部分 因为他 他是已经进入无漏的智慧了 好 那跟那个一百三十页 这个软鼎忍四滴 那个是有漏的部分 他还在呢 修定律的时候 好 然后他这个 一个刹那 上忍 中忍 下忍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刹那 能够进入 好 一百四十页 来 中忍的时候 他可以官 上下八地 三十二形象 刚刚 有一位同学 问我 简圆简形 就是在中忍位 一只简简到呢 最后 剩上忍位的 一刹那 官的 集中 欲界苦地下的 非常跟苦 好 到上忍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人 他就一只用功 一只用功 一只 在这个位置上 精进 到呢 最后上忍 剩下 一刹那的一个形象 然后呢 他就跨越到四滴了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 代表他是有漏的 还在用功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简到位的人 是不一样的 他是已经无漏了 他这个无漏 他已经可以修 未来自己 的部分 自己这个部分的烦恼 他可以去对峙 而且同时 可以修自己 这一地 苦地下的苦空无常无 四个形象的念著了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下面这个人呢 是 智的人 那我们的剑道这个 跟这个 阮鼎人的人不一样 那这个法就是诸法的真理 就是苦地呢 我们要去观 无常苦空无我 将这个诸法的真理 最初正德的智慧 欲界是 当你正德的苦空无常无我的智慧的时候啊 最初正德智慧呢 欲界是苦法忍 苦法忍 然后呢 接着呢 苦法忍的上面的叫苦法 苦类忍 然后那个下面就是智了 好 极力以下也是 忍跟智就这样出现 有忍以后才有智 所以这十六星的观法叫圣地陷观 好 这十六星呢 是整个计算论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 也是剑道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最好同学就是 把它呢 这样子 好像照样机照到你的大脑 行结之像 形象 因为要观十六星 观 这十六星也要观的十六形象 这十六形象呢 也是一种 这个 我们的行结之像 好 那第一个苦地下要观的就是苦空无常物 所以所谓的心就是以无肉智慧去显现 清楚而呢 觉知是身地的真理 而且呢 这个现观有看到 现前所观照的东西 现前观照 然后产生的 你跟它相应的部分 然后有智慧以后呢 真实不虚 这个地就是真实不虚 然后甚至能够让你产生无肉智慧 好 所以无肉智显现很分明 是因为你现前所观 然后呢 你会跟它相应 好 相应以后呢 你就真实不虚的道理 你能够呢 铭记不忘 好 这样的静呢 是有 我们产生出来的四地十六形象 好 分别前面的加行的有肉观 加行在哪个位置 就是 今天呢 也一百三十月的七加行 前面这七加行就是在加工用行啊 加工用行的目的是要进入无肉的智慧啊 有加行 然后呢 才进入无间道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 加行的时候 都是叫做有肉观 因为你还没进入 四地一跨越道见道嘛 圣人是从预留果见道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现观的十六星当中 这 第十六星已经属于修道 好 我们在这十六星里面 其实破除了那些烦恼 就是因为你做了四地 十六形象的观 好 然后到第十六星的时候 我们的见道完成 我已经进入的是修道了 所以见道的觉知圣地是非常猛利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前面的加行用功 你有这么长的文师修的基础啊 好 刚刚讲 加行的七加行怎么配文师修 五庭新观是文会 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是师会 软鼎忍是第一是修会 文师修 好 然后在前面呢 五庭新观前面还有一个生德会 你还有过去生的智慧 你来文师修 你会在进步上 有不一样 每一个人因人而异 然后呢 这样子的部分呢 里面的 我们看到的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 开始法念处 就从软鼎忍四滴都在做四滴十六形像 四滴十六形像 四滴十六形像观的很熟 很熟 很熟以后呢 你才能跨越四滴法 简岩简形到最后呢 一刹那呢 好 然后呢 来到简岛 简岛又加十六星 十六星刚刚讲的 这十六星呢 又是一种 我们讲的 限观 好 因为这十六星 每一星下面又在破了烦恼 好 破了之鉴上错误的烦恼 好 所以这个限观呢 有三个部分 好 这也是今天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 我还是先把这三个 限见观 原限观跟四限观呢 先讲一下 好 限观就是现前所观照的 这个智慧啊 你能够实证 它是真实不虚 然后你跟它有相应 那见限观就是 我们修行都是从第六意识 去修行的 那你跟我们现在听到的法 有相应 好 那这个是耳根听 好 眼睛见 所以是六四的相应 当然这样子相应呢 它有产生了无漏的智慧 好 就是你能够分明这样子 所看到的圣地的道理 就是见限观了 很清楚分明 好 是叫做见限观 那第二个呢 原限观 原限观的话 就是第六意识 去相应这些无漏的智慧 所以 好的时候呢 你的心跟心所要起来 跟它有相应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心王跟心所 他们都会 跟这个 你所 听到的 看到的 这个智慧呢 相应 所以也是圣地所缘 那因为 所谓圣地所缘 它是你的所缘 你跟这个智慧相应的心法 与同其所缘的意思 好 跟这个所缘有相应 好 那就产生智慧了 这个叫做原限观 好 那这个原限观 就是你心有相应的时候 你证得四圣地的真理呢 是真实的 它就产生无漏的智慧 好 而能原心法 好 第三个呢 这个时候 因为你叫 缘取四圣地 然后你心有相应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心呢 有开始跟它相应 叫原心法 第三个 视线观呢 比较困难就是 我们要同时产生个作用 就是你要在世行上 理事无 爱圆容 你真的就是要去做到了 前面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呢 还有加这个相应的心法 好 这样子呢 我们的心又开始有相应的时候 产生生住易灭还有德 好 其余的具有法 还有哪一个 无表色 好 这时候你的道共接会起来 因为你有无漏的智慧了 无漏智慧代表你已经在这个 呃 坎生这个剑道的部分了 所以 他就有道共接 道共接 他就有无表色 就是一个呢 产生出来自然的力量 好 让你呢 在心里呢 呃 让 不要犯 呃 就是 呃 就是 指二 行善 朱恩摸作 众善奉行 就是 有道 呃 这个心的戒 心了自然就有一种 呃 戒自己呢 不要去做错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道共接是因为你见到以后 产生出来的力量 在心里面 叫做无表色 然后呢 也有身住意面 好 这些互相 给他的作用 好 叫同一事业 就是同时去完成 同时 啊 我们会有身住意面跟道共接 这些 呃出现 所以同一事业里面是 在苦地下同一个之苦 好 就是了解 这个苦的真理 极地下了解 怎么样去断极 好 断掉呢 这些苦的原因 在灭地下呢 呃 正灭 好 就是真的 呃 已经呢 不用 呃 呃 呃 这个 捏盘 那当然道地呢 就要去修到 所以呢 具有的 并不是心法 而是呢 也不是直对境 而且 你要直接呢 把它同时 成为一个事业 成就出来了 好 做同一事业来完成 好 所以四线观是要有前面两个 界线观跟原线观以后 这个四线观他就会出来 因此而知呢 无肉的会呢 啊 是界线观 而后呢 有他才能通于后面的原线观 跟四线观 好 然后 呃 呃 原相应的心法是原线观 他又可以让这个 呃 我们通向四线观 好 所以这个四地上的这个官苦地的时候啊 就有这三个线观 当然极地灭地道地也有 也有 好 不过呢 这里特别跟你强调哈 四地上的官苦地 呃 有三个线观是 有 见线观 嗯 嗯 还有呢 原线观 但是呢 极灭道呢 他只有四线观 因为你前面已经把这个观的很熟的时候 来到呢 极灭道的时候他只有四了 为什么 这时候呢 因为你有无漏智慧 你已经推求 赠得这个苦地了 然后你心也原这个苦地了 然后你也完成这个事业了 的时候呢 其他的就是极地的时候 只要断他的原因就可以 断我们这个苦地的原因 这时候你会得到折灭 那就会有灭地 好 然后呢 呃 当这个无漏线前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的修道地完成了 所以后面三个就是四线观了 好 就是 直接呢 你知道 呃 把苦地的里面的见线观 原线观 四线观都完成以后呢 那这个极呢 只要知道 我们要断哪些原因 好 然后呢 呃 达到修道跟灭 好 所以后面就是四线观 好 后面三个就只有四线观了 所以这个断极正灭修道是四十四 就是很明显的 好 四线观 于观苦地既然为这样 那观其他三地 好 置地当中呢 他的具有三 呃 呃 呃 但是呢 就是 呃 苦地下 有三个 极地下 灭地下 道地下呢 就只有四线观了 好 就这样 下面这个 大众部那个有时间 我们再讲 因为大众部叫做顿线观 他是顿悟的 但是呢 顿悟还是要见修嘛 所以 强调的是说 大众部就是我们后来大圣思想 他有顿线观是 一撒纳就是顿悟 顿线观四地 但是有部要立见线观 就是说要十六个撒纳次地 各别观四地 四圣地 好 呃 说 如果以四线观来讲 有顿线观 就是在四上 你已经达到代表你有顿 但是呢 你的个别一个四地十六形象 这些呢 呃 还是要一个一个去 呃 了解去 呃修行 好 39分 好 那我们先静坐一下 好 我们继续看 呃 五百六十七页的部分 好 请翻五六七的 看一下第一 好 好 第七行开始 呃 见到忍至起 吉彼未来修 好 好 那这里就是说 见到里面有八人七字 好 八人七字的部分 是因为他这个 最后这个 呃 道类字没有进来 好 所以他少一个字 他只有苦法字 苦类字 吉法字 吉类字 灭法字 灭类字 道法字 有 可是没有道类字 好 呃 就是变成七个字八个人 所以这里的忍至呢 里面是 呃 可能你可以再标识 喔 他这边有写的话就是八人七字 忍正起的时候 呃 可以修未来的 好 就是 嗯 因为他这个人呢 呃 在作用的时候呢 他可以 呃 由箭道的加行呢 去修得 未来的人 好 因为 我们现在只有箭道 但是 还会进入修道嘛 第十六经是修道 所以呢 志呢 正起的时候 他又可以修未来字 我们先把他的文字读一遍 大概了解一下他所要传达的 中间呢第三句跟第四句是 我们这个整个诵句里面的重点 他说这个人跟字呢 先未成德 然后打一个逗号 所以顾的下面那个逗号就化掉 就是在进入我们这个解释里面呢 他的第二行 他说自正起的时候修未来字 此之忍字呢先未成德 打一个逗号 先前还没有得过 顾不相杂 再打一个逗号 为修同类 就是因为忍跟字呢 现在呢刚起来的时候 因为刚进入建道的时候 他这个还不是力量很强 所以呢 而且是刚建道是 从来没有建过的 对第一次建 所以呢 他只能修自己的这一部分 所以他刚开始力量不够 只能修同类啊 所以他这边讲忍跟字就分开 忍字先未成德 打一个逗号 故不相修 因为之前他们都还没有看过的 第一次呢看到的真理 所以他没有办法忍跟字互相修 就是互相交替 忍修完以后呢修字不可能 字修完修人 等于说他们就各自修自己 为修同类 这是指修自己同类这一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句跟第二句 建道忍自其 其彼未来修 他就是修自己的部分了 然后呢 三类自兼修 那三类呢就是 哪三类是苦其滅 接着下面呢 他就讲到这三类自呢 他可以兼修 等于说他的力量够的时候 他可以附带修其他的部分 就是假设你修的力量比较强了 因为他现在来到的是苦类自 类自哦 这也是 这里的类呢是指类自 苦类自及类自灭类自 因为他已经来到上界了 对不对 苦类自是在哪里 第四星 及类自呢 在第八星 灭类自在第十二星 等于说 刚开始的第一星跟第二星 他们要分开自己修 可是 来到呢 这个苦类自 及类自 灭类自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所以 三类自兼修 现观边俗自 就是 这个苦类自 及类自 灭类自的时候 这三个自能够兼修未来 现观边俗字 他能够呢 互代修未来的部分 然后未来的部分是 因为呢 我们在现观 刚刚介绍过现观嘛 现前所观照的真理呢 你跟他相应 然后呢 认可他 所以呢 这个现观的边呢 是指这三类自 这三类自呢 因为 你看看这个苦类自 是我们苦地的 玉界跟上二届 玉界完成以后 再观到上二届 上二届的最后 苦地的最后 就要苦类自 等于说 他已经在苦地的 最后的 关到最后的部分了 跨 可能要跨越到 另外一个部分 跨越到哪里 跨越到极地了 他边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 有一个边字 有看到边字 现观边俗字 请你把边 圈起来 就是 在现观 其实这 十六星 是四地十六形象 去关了以后 才产生第一星 第二星 第三星 所以呢 他的这个 现观里面呢 来到 苦类自 的 部分 就是 苦地的 快完成了 好 所以 下面他讲说 三类自 兼修 现观边俗字 就是苦 极 灭 这三个 类自 里面的时候 他可以 去兼修 未来 好 那因为呢 他的 兼修未来是 因为呢 在 现观 边俗字 未来的 现观边俗字 这个 世俗字呢 是用 世俗字哦 他这个时候 因为 见道还没完成 对不对 来到 这个 灭类自 完成了吗 第十二星而已哦 他没有提到 道类自 他没有提到 道法字哦 他现在在 第十二星哦 可是呢 他这个地方 却可以 兼修未来 现观边俗字 事实说 这个世俗字 他 一一地 现观的时候 观到呢 他的 最后面 就是 苦地的最后面 是 边 就是代表 像苦的边 就是苦快结束了 就是苦地的 快要完成 转换到 另外一个部分 叫后边 最后面的部分 要圆满的时候 他才能 兼修 他才可以 兼修 所以呢 这时候 兼修的时候 他兼修的是 能够 现观 然后他这个 立现观 边 世俗字 的名称是 由世俗字的 方式去 做 现观 虽然他已经 进入 五肉池了 但是因为呢 他还有这个 未来的 世俗字是指呢 这里要进入的是 修 修道的部分 他这里的未来是指 修道的地方呢 还有一些呢 他要断掉的那些 部分是世俗字啊 所以这边 比较有难度 是说 他立的 现观的边呢 是指呢 苦类字 疾类字 灭类字 这些 然后他用的是 现观 的部分 然后观到呢 用世俗字 现观边 他下面讲 就三类字 因为会出现这个 边字是因为 三类字刚好就在 苦疾灭的 部分里面的 最后面要转到 下一个了 所以世俗字 与无始来 呈知苦断疾正面 那现在这三类字 也是知苦断疾正面 这里为什么要出现世俗字 因为他跟世俗字 一样是 同样这一件事情 他都要去知苦断疾正面 可是他还没来到道 所以呢 他有视线观 同样是 刚刚讲的视线观 他就是 在这个事情上 他有现观了 好 有视线观 然后打一个逗号 那个下面那个顾的 下面那个逗号 就把它调整到顾的上面 顾三类字边 能够修世俗字 好 他这里为什么还有世俗字 是因为 他要让这个世俗字呢 不会再陷阱 后面他会讲 于道类字的时候呢 何不修俗字呢 为什么道类字的时候没有修世俗字 因为道类字已经要进入五漏了 世俗字是有漏的 好 而且呢 世俗字在道当中没有 尘无视线观 尘无视线观 打一个逗号 好 然后顾呢 一样那个下面那个标点文号 调到顾的上面 顾呢 道类字不修世俗 因为道类字已经进入五漏了 而且他是来到修道了 他不修世俗 又必无余道骗世 这边标点符号 又必无余道骗世现观故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他就道地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 所有所有 因为每个人跟性不一样 好 像佛陀呢 他不会修生文圆绝法吧 因为他修的是最圆满的 无上正人正觉 所以他这道呢 意思说 不是呢 而且根性不一样 像阿罗汉有六种种性 对我们在那个 俱色药义 里面就讲到 阿罗汉有六种种性 有代俱色药义看150页 他就六种阿罗汉 有实解脱跟不实解脱 就我们今天有讲到 所以这个道里面呢 你要修道里面 他有根据种性也不一样 所以你是立根 你不会再去修顿根的吧 所以他这边讲 必无有道骗世现观 他也不可能 所有的都修 因为呢 生文圆绝的部分呢 那个活头也不会去修 所以故于三地呢 可骗之苦 可骗断疾 可骗正面 好 那他这样子 这三地的事情都完成 当地四周 这个三地的事情完成了 所以他修 俗 他有多的力量可以修世俗字 但是必定没有在道 道是已经无漏 世俗字是有漏 所以可能骗修的关系呢 必无余道可能骗修 所以下面中间那个斗号 我是觉得应该要把它去掉 必无余道可能可以骗修 可能去骗修不太可能 因为种性太多了 所以道类制的时候 是在断我们的修货 那根据根性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修货也会不一样 故道类制不修俗字 问何故 于三地有骗 因为骗之苦 断疾正面 所以他不是道地 答以其能知一切苦 断一切疾正一切灭 而无能修一切道 下面就讲到五百六十八 也活也是于道 得修习修聚不尽 故无骗生 活也样也没有全部都 夜活陀呢就没有修僧文法了 他直接就屈上 无上正等正觉了 所以呢 这个得修是 从来没有修过 第一次去修的叫得修 那修了以后 温故知心交习修 所以佛陀对于道呢 的得修跟习修呢 也没有完全都 每一个都去修啦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是像我刚刚看一百五十页那个 不动法不实解脱阿罗汉 他就不会去修 实解脱阿罗汉的顿法嘛 那我们还是一一百这个文字再解读一下 所以请看一下头一幕 就是见到忍至起 与彼未来修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八忍七智 不管人还是智呢 他们呢 都各自修自己的 他就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个三类智间修 他没有办法 先讲前面的部分 第一心跟第二心 他从苦类智才可以 第一心跟第二心 这些一刚开始起来的 忍跟智起的时候 吉比未来修 不管是忍至 他对于呢 自己呢只修同类 其实他从这里的未来修 他修同类 唯修同类不杂修 不杂七 不会说忍跳到智 智跳到忍 那但是后面那个有兼修的话呢 他三类智还可以兼修世俗智 忍正起的时候 他就修未来的忍 吉比未来修 这个比就是指这个忍或智呢 分开的他们自己的未来修 所以呢 修比未来人 不修比未来智 而智正起的时候 他修他的未来的智 也不修他未来人 一个是因为呢 他们第一次得到这个五肉智啊 创德第一次 所以力量还很弱 然后还没有很广 所以他只能修自己的部分 不能修别人的 因此他对智的所缘 都是决定了 就是忍的话就对智烦恼 是五间 然后呢 智是泄脱 他们都分得很清楚 所以已经决定了 所以见到的八人 一定是缘的是呢 我们的四圣地里面的五间道 他是断那个火 然后八字就是解脱道 他们不相 互相了 没有跳跃的 或是智跑到这个人 人跑的智 那但是后面这个三类智 他可以兼修 就是在剑道里面的这个三个类智呢 他们有特别的地方 他正起的时候呢 可以兼修未来的线观边的四树字 未来喔 所以呢 这个四树字要依在那个地的线观的后面 所以刚好就苦类字在苦地的后面 线观的后面 他才可以兼修 所以立线观边的四树字的名称 是线观的部分里面的 那一地的 快要跨越到下一个的时候 他可以附带修四树字 所以叫线观边四树字 线观边树字 兼修 那这个边呢 就是说 像我们已经修到 这个部分的最后了 边是最后的部分 前面的法字 就是说 类智 因为这三个都是类智 那前面是法字 法字就是玉界 类智是上二界 代表玉界修完了 我现在修上二界 上二界里面的最后的部分 所以前面的法字呢 他没有圆上界的实地 他就圆玉界 他不是圆色界或无色界 他没有旧极 所以他不叫边 前面那个苦法字就不是 然后接着这个类人 苦法字的下面有苦类人 对不对 好 这看到这边的第三星就 法字的下面赤字就是苦类人 来到第三星就要进入苦类字的时候 他又另外一个部分了 他讲说赤字类人 虽能源于上界的实地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兼修 这个限官边自处置呢 是因为他还在疑啊 有忍我们知道都还没有确定啊 所以他还没有到旧极哦 还没有到旧极 因为他有一个边字 限官边 他一定是要边的才可以 已经来到上界的最后面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忍还有疑 他还没有旧极 所以他不叫做边 所以今天这个讲到这个类字 是限官上界这个道理里面 以达到旧极 所以他旧极的手叫边 因此这个限官边就是 叫有三个 三种类字 就是苦类字 吉类字 灭类字 道类字另外看 因为道类字的话 他已经要来到无肉的部分完成 你看这个这个十六星要整个十五星完成 才是剑道完成 那我们的灭类字在哪里 才在十二星 还在剑道当中哦 所以为什么有世俗字 是因为他还没完成 完成整个剑道的完成 他还有一些世俗字里面的部分呢 是兼修未来的 因为来到修道的时候 我一样是 还有一些世俗字的内容要去 断 所以这个宋句他就分析的很细哦 然后接着这个光细里面 他的补充就说 世俗字他从五十来都是 一断 不断不断的知苦断起正面 对不对 因为但是你还没证到啊 就说世俗字里面就要闻思修 可能你过去生也一直闻思修 五十以来 你可能也已经学过很多次的活法 你也知苦 你也知道原因你要断起 你也想要去正的捏盘 但是还没有完成到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才在第十六星里面的第十二星 代表还没完成嘛 那所以呢三个宪官边呢 他也知苦断起正面 跟我们五十以来一样 一直在知苦断起正面 与世俗字是同样的 所以这三个宪官里面 因为有这些 的关系叫世宪官 同样一件事叫世宪官 所以三类字边能够修世俗字 是这样的原因 对 他才在十二星啊 他还没十六星完 十五星的时候是见到完成 他才在这个十二星里面 还没进入道地啊 光记里面 继续看一下 他下面 还有人问 为什么道类字 的时候不能兼修世俗字 这我们课本好像也有问 我看一下课本就是 问在我们倒数四行这里 对 道类字和不修俗字呢 这也世俗字啊 那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无始以来假定你曾经知古断即正面 那么呢 但是你还没见到啊 对不对 还没见到 现在是第一次 进入见到的时候 那是以世俗字而有 知断正 所以有 于三类字的边 还可以修未来的世俗字 还可以互代修 你要修到这个类字的时候 那一个边呢才可以 修比未来世俗字 因为呢 从未修过 无漏到 那就不能 从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知道类字是什么 上二戒 上二戒我们今天的 户习的时候有讲 好 再看一下这一张图 再给各位一下印象 我们有一张图呢 就是讲三戒在修行的时候 文师修各分配在三戒不一样 欲戒的时候是文所成会跟师所成会 色戒的时候是什么 他们有文 因为他们还有色法 他们也可以修所成会 因为他们有禅定啊 他们可以修所成会 但你看到欲戒没有 是因为你还要特别来修禅定 你才有办法修所成会 然后呢 无色戒呢 他就是修所成会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三类字 苦类字 极类字 灭类字 他是类字哦 类字那他是什么 他是上二戒 他是上二戒的字哦 他是用什么 成就的 修所成会 修所成会 你看这边修所成会 同时在上二戒都有 然后呢 只有一个色戒 跟我们人间一样 他有文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他们来到上二戒的时候 他们是修所成会 然后 他这个道类字的时候 他不能兼修世俗字 是因为 无始以来假定了 你曾经知苦断即正面 可是你还没进入道 代表你的五漏智慧 还没整个完成 所以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修或的部分 也要 见到 修到 才能到 无学到 所以这个时候 来到这个 道类字的时候 是进入修道了 修道 所以他不能兼修世俗字 是因为呢 他本身已经有进入五漏 他这个是有漏 所以他下面会讲 因为呢 这三类字 他能修比未来世俗字 是因为他有修所成会的部分 然后呢 他从未修 因为呢 从未修过无漏道 那就不能 从这个道类字这边了 所以如果你有 但是你如果修过无漏道的话 你就见到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好 再来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修行呢 虽然于三帝 骗世现观 三帝是苦疾念 但必没有呢 于 道 骗世现观 就是刚刚讲 道的话呢 他就分的很多了 尤其修道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习气 不一样 所以骗之苦境 骗 断疾境 骗正灭境 于当地所 就是当这个地下所要 苦地下 其地下 灭地下 所要做的事情 都已完成 的时候就是来到边了 对不对 苦地的边就是苦类字 他可以修这个世俗字 但是于道呢 他就没有 修一切道 因为呢 三圣六种种性 这里我们写种性而已 课本只有倒数二行写种性 三圣就是 小圣 中圣 大圣 中圣是身文 里面下一个圆绝 身文是小圣 圆绝 然后呢 菩萨跟佛 所以呢 三圣的种性不一样 又有六种性的阿罗汉 他的道个别不能互修 再进一步来讲 就是佛所修的道言 没有办法 所有佛呢 都修过 因为修佛不修 身文道 那于苦即灭三类字的时候 苦类字 即类字 灭类字 这三个时候呢 他可以 修 未来的 他这个时候呢 不但能修他的同类字 我们刚刚讲 你的力量够以后 你自己的部分 你还可以互带修别人 所以呢 他可以呢 修他自己 还能够修未来 没有生起的 世俗字 那我刚刚讲 这些世俗字就是 因为这里的类字呢 是修所成慧 所以他已经来到修道 这里已经附带来到 后面的修道的部分 未来的世俗的 修道的那个部分 他也可以 互带的修了 所以我们这里 虽然提见到 可是在见到的 这 刚刚讲的 苦类字 极类字 灭类字 这几个心呢 下面他已经 互带又可以修 未来的世俗字了 因为类字 他是修所成慧 所以他是 开始进入修慧了 是修道了 因为道类字 就进入修道 所以他可以互带 但是呢 这里还有提到 下一个开始 下一句 我们是不生字下地 他出现这个不生 就是说不生法 就是 不是折灭了 折灭是 用简责的智慧 你现在学了 你正的五漏智慧 你用智慧去简责 叫折灭 可是非折灭是 圆缺不生 他没有因缘生 那他这边呢 能够修未来的世俗字 能够未来没有生起 就是这个法的世俗字 让他不会生起 不会生起 兼修 让这个来到修后的时候 让你这些世俗 里面的部分呢 他不会 因为他已经要进入 从道类字开始 是修道 那前面已经 见到了 完成有无漏了 所以这里的现关边呢 这世俗字在现关的边边上 所以呢 这个世俗呢 于一一地的边的后面 就是苦地 吉地 灭地 道地 的后面 没地的 关的部分呢 就是最后一个边 不过 因为这边的世俗字 只有三个 苦 吉 灭 道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有三类字 然后呢 苦类字是苦地最后一个字的边边 所以吉类字呢 是他最后一个边边 灭类字也是最后一个字的边边 所以呢 他叫现关边 这个每一个字都有意思 现关里面的最后的部分 现关边修什么 修士俗字 所以现关边修士俗字 这个名项的先了解 上次有人说 上课好像听了好多的名项 但是请问 你要认识中医说 要吃哪一帖药 你这个中医 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吧 你不能把这一帖药 它配什么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这个名项也是啊 你要先了解 他在讲的 这个现关边是在讲什么 那你才知道 原来你在修行的时候 在哪个地方 还有附带修 所以他只是一个 方便 失色的名项 但是呢 他是方便 还是要 透过这个方便来学习 那当你学习会了以后 你真的恢复你 清静的智慧 当然你这些就可以 不要去执着了 但是还没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了解他 所以这个就是 还是要去认识他 你才能知道 他在讲什么 所以一定要在 现关边的时候 才能修 好 那所以他会立 这个现关边的世俗字 这个世俗字 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每一帝 而且我们刚刚讲 是在呢 修了 修货了 断修货 因为他已经进入 类似是上界的 他是已经是 进入了修货的部分了 好 那他可以附带修 未来的 那个世俗字了 没帝的最后一个字 那那个时候 他可以修 他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你没帝完成了 苦帝的关完了 来到苦类字 这个边边上 他就有力量 在跨越到 另外一个部分 那极帝 关完了以后 他也 能够呢 再修 这个世俗字 灭帝 一样 也是来到 灭类字 所以这世俗字 与一一帝 现关的后面 然后能兼修 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我还是要 一支重复 是让各位 去对这个概念法清楚 具体来讲 这三个类字呢 就是苦地的 现关的最后一个 好 那在过去的话 就来到哪里了 道法人 然后再 对不对 我们这个 这一张图呢 下一个 第十二星的下一个 叫道法人 十三星 在第十四星 是道法治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十二星的后面 还有三个才完成建道 所以刚刚那个 他还可以兼修 世俗字 是因为他也还没有 整个 建道完成 好 这个 因为呢 来到这边呢 我们的道法人的时候 是道地了 他是另外一个部分了 所以呢 为什么不讲道地 因为道地的边呢 不修世俗字啊 好 刚刚讲 来到道地的边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是已经进入五楼 世俗字于五死来 成之谷断起 他是 用什么方法 有漏道断 对不对 因为呢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已经用 有漏的方式 有漏六行观呢 也是一样 在居舍药义的 第151页 在这里有一段有漏六行观的部分 好 就是 可能以前你一直在修行的时候 你要 苦极灭道这个部分呢 你也是 用你有漏的方式去断了一些喜气 因为我们刚刚刚讲的这个宪观边俗字 它是已经来到修道 所以呢 你之前 你可能用有漏道的方式就是 用观上界的静庙离 然后断下界的出苦障 然后这样对峙呢 然后让自己呢 断了一些喜气 可是你来到道地的时候 它已经是怎么样 是无漏 这个是有漏道断的方式 所以它这个有漏道断的烦恼以后 正德的折灭 它还是世俗去正德 那现在这三类字了 它这个就跟世俗字同一类 它都是有漏道断的方式 同样的这样作用 可是来到这个道地的时候呢 它已经是无漏了 好 这个一样是刚刚那个章 同样是同一式都是世俗字 因为前面那个苦极灭 苦类字极类字灭类字 都还是一样有世俗字 然后来到道 这个道字的时候呢 它是已经是无漏了 好 有看到 看到这边下面 熟字与道成无四线观 在道地哦 这边开始讲 道地的时候 它就没有 没有四线观了 好 因为道类字不修世俗字 道类字已经来到无漏了 第一个原因是世俗字 是在修道当中了 它 呃 呃 成无四线观 好 在道地的时候 它就没有四线观了 好 从来没有这个四线观 所以呢 呃 什么叫四线观 真正修道 真正修道的时候 它已经是来到无漏了 好 它是无漏道 所以呢 世俗字不能呃 呃 修无漏道 所以它这边的四线观了 它就呃 呃 没有 没有跟 前面那个有漏的同一式的意思啊 好 那它这边是无漏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它的第一个原因 它就没有用这个 好 好 看 呃 我们后面部分我想我下一周再看好了 我就呃 给同学看一下一个影片 然后 这个有人看过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 就是你这一生的人生会改变你下一辈的人生 然后这个黄庭坚的故事 因为有一些人知道 那我就 讲快一点 它是跟苏东坡一样 是宋朝的 呃 这个文学家 好 然后呢 好 他这个太快了 好 他也很孝顺 然后呢 呃 后来呢 他做了官也不改其孝顺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他前生的故事啦 他重进世以后被朝廷任命之周 然后那个时候他才26岁 好 有一天呢 他正当要五岁的时候 做一个梦 梦见词以走出衙门 然后在某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门口 就是拜拜 供一个供桌 然后拿个香 然后一直喊某一个人名字 然后黄山谷 这是梦境 他就一看 诶 摆了一碗好吃的芹菜面 刚好他就很喜欢吃 那因为是梦境 他就就把那个面拿起来吃 吃完以后他又回去 呃 雅虎 那这时候醒过来觉得 诶 这梦很清楚啊 嘴里好像感觉好像还有芹菜香 心里觉得怪怪的 然后呢就又只觉得刚刚是做了一场梦 不觉得什么特别 后来呢隔一天一样的梦境 一样的梦境 然后呢他就开始觉得 应该呢有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起 起身走出衙门 就寻着记忆走过去 真的呢一路他就看到了 有一样的这个巷 巷弄 然后一样有人 有一个人家呢 然后他就去敲门 就是有一个白髮老婆婆出来应门 问他说 呃 你们昨天呢是不是 呃 有人呢在这里拜拜 然后喊人家吃面啊 他说是啊 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 因为他生前很喜欢吃芹菜面 所以明年呢他就继日 拜这个芹菜面 叫他来吃 那黄山谷就说你女儿几岁啊 去世多久了 他说他 去世26年了 所以黄山谷是 刚好26岁 所以呢 呃 他心想自己刚好是26岁 而且昨天就是刚好他的生日 可见他当天就往生 还是投胎 就投胎了 好他没有中阴 是因为他前一生修得很好 好所以呢他就 当天就投胜 呃 当这个男生 然后呢就做官了 所以他的前一辈子就是修得很好 前一辈子是女生嘛 是呃 他就是把这个 他女儿的事情告诉 这个黄山谷 好他说他女儿生前很喜欢读书 而且是呃 学活吃素 然后很孝顺 好没有嫁人 然后在26岁生了一场病就死了 死的时候还告诉他一定会回来看他 所以他女儿呢 的书呢 全部呢放在一个大木柜里面 他女儿平身手看书在那里 他不知道钥匙在哪里 所以他没有办法打开 那奇怪的时候黄山谷这时候突然就挤起了放钥匙的地方 就哎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一找出来真的 好然后也把木柜里面的书呢 然后也把木柜里面的书呢拿出来看 结果他很惊讶是原来他每次参加考试所写的文章都是在这个里面啊 好一字不差可见怎么样上辈子已经读过了 好所以到这里呢 黄山谷心里就知道说 这个老婆婆就是他前生的母亲 所以他就把他引回他的这个周牙去凤阳 后来呢他自己呢在后园就造一个庭园 他自己就是戴法修行 似真有法似俗脱成做梦中梦物身外身 就是他自己呢戴法修行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他跟苏东坡一样就有物了 因为呢他跟一个产师呢学很久 然后呢产师呢就带他到这个桂花巷去 然后就说你闻到什么 他说桂花 那你有什么物 他就说就桂花没有什么 然后后来呢第二次禅师呢 特意要给他呢这个机缘就说 那请问闻者是谁 他就误了 就这句话就误了 因为他有修行啊 他有累积了好多好多功夫 因为他前生就已经在学佛了 然后因为呢闻的是我们的佛性嘛 他误了就误了这个闻呢的里面就是 闻的就是你的子性了 所以这个书到今生读一次 所以我们如果这一生呢读不懂的代表你上辈子没有读 所以你要多多读 据色论的话下辈子再来读的时候你就会读懂了 像他这么一个大文学家一样 他前世也已经读了 所以他可以体会到这个转世 从他的例子就知道我们一定有生得慧 所以后来呢他也写了这个戒杀的这个诗文 就是证明佛教的因果 你的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同体啊 我们要用同理心去对待 好所以佛教的戒律就是用同理心 当你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环境 那个都跟你上辈子有因缘 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 人生呢有很多都是前世所重的因缘 如果读佛经没有开窍 是因为上辈子读的不够 所以现在开始有恒心的 继续研习佛经 这是最后给大家的一个鼓励 好 我们一句回想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活道 好 各位同学在各自回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